这些都是来闹事的太学生吗 回皇上的话都是 这些学生不好好读书 跑到镇这来闹什么 皇上你已经不许他们读书了 他们是为了撤销太学的事 到这来递折子的 我不是已经让人回话了吗 折子先收下 让他们先回去 是啊 这些学生闹得真笨 他们非要见皇上一面不可 还嘲嘲嚷嚷地说 如果撤销太学 他们就站在宫门口不走 谁有此理 京城乃我中华帝都 嘲嘲嚷嚷神河体统 再说也有爱观瞻嘛 传阵口谕 今日天色已晚 各位学生先回去 不听圣职者 批家示众 全家发送您鼓打 对啊 对啊 站好 好 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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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考虑 儿等十国家粮 穿国家衣 故思进取寻衅滋事 殊不可饶 把儿等批家示众 全家发往宁谷塔 男子逝世为奴 女子代代为称 亲此 杀戮毒鼠人 弃绝圣学 这是王国的大道 苍天有眼 快来看看这杰昼之郡 放水 皇上有令 攻门闹事 视为乱民 杀无赦 撤 快走 别忙 走 这怎么回事 走 不知道 走 快点 走 走 唐大人 这 这怎么回事 刘大人 这些都是太学生的 皇上要撤销太学 他们不服 在西花门上书 被罚批家示众 皇上疯了 大人 皇上为国库劫之 撤销太学 驱逐学生 学生昨天晚上 就在公门前 要求觐见皇上 我是奉旨来捉拿闹事手饭的 那你就抓了 你怎么也这么糊涂 大人 下官刚刚抗制放了一批 可是我这儿放了 别的地方还在抓 下官也是无能为力啊 是这样 这 这是谁出的主意 这是 这都是你那个宝贝学生 出的好主意 又是他 好 刘大人 下官正在这里写折子 下官 奉请皇上收回成命 如果皇上不允 下官 也只好以死相见 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 下官不敢联理大人 大人 您 还是上朝去吧 好 国有义事 刘统勋佩服 来呀 在 老爷 上朝 上朝 各位大人好 刘大人 好 给大王爷请安 好了好了 给二王爷请安 给三王爷请安 给贵贝勒请安 今天怎么了 怎么一个个都不说话了 过来过来过来 小声点啊 皇上正脑着呢 各位王爷 你们今天看见街上 带枷锁的人没有 别说了 都是你那宝贝学生出的主意 说是要停办全国的太学 辅学和县学 还说要取消科举呢 说是要减少国库开支 大清国穷得连太学都办得下去了 你别说了 小心你的脑袋 厉害 厉害 那大人 给那大人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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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人请安 那大人 来 刘兄 一会儿下了朝 我有要事跟你商量 在朝上 你可千万什么都别说 把命 留到明天 给义父大人请安 给岳父大人请安 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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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清察丸的账目结算盈余 公布出来 让大家伙看看 我大清国的国库 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了 采取这种措施 朕也是迫不得已 老臣遵命 钟爱卿还有本奏吗 老臣有本 奏来 皇上 老臣在揭示之上 看见一群太学生批加戴索 原来是皇上为了结约国库开支 要解散太学 臣以为此乃王国之举 国库空虚 无兵可调 无粮可振 这才是王国之举 至于这太学嘛 让地方上自己出钱办就是了 何况这些太学生们 受着皇室的恩典 却不知感激 没事就批评朝政 实在可恨 解散他们 也是为了给他们提个醒 让他们知道 朝廷养着这帮读书人 不是为了听他们说朝廷的坏话的 皇上 朝廷不想说坏话的 难道只养马屁精吗 皇上 刘爱卿 你家世代做着大清的官 难道也是马屁精 真是荒谬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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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皇上 吴城察院唐启太公然违抗皇命 放走闹市的世子 还当街写折子 劝阻皇上收回成命 折子在此请皇上龙目欲览 当街写折子 收回成命 丢人丢的还不够啊 这个小小的吴城察院是活得不耐烦了 皇上已经弃绝胜血 如今再杀中箭之臣 皇上就是当事的吉重之君 皇上 我义父刘大人年事已高 替皇上清理国库账目 心神交瘁 说话难免有不当的地方 请皇上一定要恕罪 刘统勋 朕念你清查国库劳苦功高 饶了你这回 从今以后 你只管清理国库的事 其他朝政就不要再过问了 听明白了 皇上 皇上圣命 保全我义父的名声 皇上的一片苦心 做奴才们的都知道 皇上圣命 皇上圣命 唐启太太的折子 朕也不堪了 照例拨回 打入秦部大牢候审 退朝 五皇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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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 大人 圣旨到 顺天府武城茶院唐启太接旨 臣接旨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唐启太有违圣命 妖言惑众 而使皇家俸禄 心向悖逆之人齐心可诛 着兵马司急行逮捕 打入刑部大佬候审 钦此 臣接旨 唐大人 你别犯糊涂 你罪不至死抗命自杀 那也是罪过 我唐启太带兵扰民 还有什么脸活在这世上 今天愿以死相见 大人 请你转告皇上 不要再犯糊涂了 大人 这是什么 就是什么事 不要不要不要 就是什么事 这是门大人 太大人 你看他哪 大人 大人 唐大人 哈关小子 真是真是真是真 是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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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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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 真是真是真是真 看着看着看着 这回事 大人 大人 唐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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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是真的也查不到 老爷 老爷回府 老爷 老爷 福大人等您很久了 刘大人的 小弟在此恭候多时了 请 这小杂种绝对是疯了 我以为他收了京城的各大店铺 是想往他自己的兜里头揣俩签 可谁知道那是拆皇上的台啊 皇上幼稚 皇上不懂事事 你刘大人可是有名的忠臣啊 你不能一句话都不说呀 我能说什么 有捞钱的大臣 自然就有捞钱的皇上嘛 你看你 行行行 我不跟你打嘴仗 现在可是生死攸关的时候 皇上要是真听了那小杂种的话 一味的胡闹下去 这大清的天下可就毁在他手里头了 福大人 你什么时候也关心起天下大事来了 这个刘统勋 是 我以前是有很多地方对不住你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当务之急 是我们俩必须连起手来 除掉这个小杂种 不能让他再这么胡闹下去了 我还想多吃几年皇上家的饭呢 天下大乱 对你我有什么好啊 这个小杂种啊 我怎么也跟你一块说起脏话来了 这个纳善杂种 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要说官 他也当得不小了 要说捞钱 这京城这么多家店铺都归了他姓纳的 他怎么又给了皇上 他这么一味的怂恿皇上胡来 对 难道说是他另有图谋吗 不管怎么样 咱们必须想一个法子 不能让这几个小杂种 再这样胡闹下去了 哪几个小杂种 朕把这把子当作刘统勋 这个老家子 不阴不阳的存名是哉 嘲笑朕 啊 皇上 嗯 皇上您 爱惜老臣 所以不敢射中 皇上您真是仁义之君呀 啊 朕在把这个当作福康 这家伙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敬给朕添乱 到了要决策国家大事的时候 一点忙都帮不上 皇上爱惜我岳父 奴才都知道 皇上真是有胸怀的君主 好 朕在把这个 当作朝中那些 只会吃饭 不会做事的大臣 没人替朕分忧 抛起风上来的时候 一个个倒地冲在前面 皇上 皇上 朕看你是个人才 直到你遭人忌妒 所以 朕想赐你一个御前行走 你可以随时来见朕 替朕抄写一些重要的奏折 哎呀 朕现在可以相信的 也只有你一个人了 皇上 奴才我 奴才叩谢皇上 起来吧 起来吧 谢皇上 咱们一定要好好地干出一番大事业 看朝中的那些老家伙们 看一看 皇上圣文神武一定能马到功成 朕刚才射了这么多箭一箭都没射中了 皇上 皇上 皇上射中了 皇上射中了 皇上 皇上饶命啊 皇上饶命 这是怎么回事啊 大奶奶 别脏了您的衣裳 你看 还是避一避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已经看过了 全是贵荣雇来的市井流氓 哎呀 干不干净的 天哪 这顺天府是吃干饭的 就由于他们这么胡闹啊 哎呀 我的大奶奶 这贵荣是太后的亲弟弟 老爷爷敢抓 抓就抓了吧 还给放了 您说 这不是民火伤身吗 这不是 真是无法无天 这事千万不能跟老爷说 听到没有 哎 您放心吧 京城现在满大街都是太学生 还有自愿代家示众的 哎呀 这皇上到底拿的是什么主意 真叫人着急 奴才在外面听人说 皇上骂他们肩不能挑 手不能提 就会倾谈误国 朝中哪个大臣 是肩能扛手能提的人呢 皇上难道打算找一个乡下不识字的人 当中堂吗 决圣学的事情是做不得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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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皇上 启禀皇上 太后来了 她来干什么 太后听说皇上撤销了太学 她很着急 她怎么什么都得拐 举个朕挡架 就让朕不在 朕到后宫造龙肿去了 皇上 这才中午 太后听了会更生气的 谁是皇上 朕才是皇上 你以为你是皇上就可以胡来吗 孩儿不敢 撤销太学 可是你的意思 日后这圣人的学问 就要断送在你的手里了 额娘 孩儿此次推行新政 完全是为了缓国库之急 请额娘谅解 就你急 别人都不急 京城这几百家店铺都被你抢过来了 你是要逼着老百姓造反呢 他们都是自愿的 你也自愿把手里的江山 让出去吗 阿娘 屋里坐吧 别 今日 你就把门口那些批架的人放了 撤销太学的事日后慢慢在意 还要把京城这几百家店铺的账册 还给人家 阿娘 孩儿现在已经是皇帝了 阿娘说得对的 孩儿应当遵行 阿娘要是说得不对 孩儿就是不做 也不能算是不孝 阿娘 你都没爬 我看见得很急 她是几百家事 是几百家事 是几百家事 但让我死掉 上街事 你还要可以 我习惯了 要把她给你 买 买 快 快走 快走 快 老爷 老爷 快快 快走 快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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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事不好了 什么事 户部的大案房着火了 什么 户部的大案房全着火了 怕这国库的账本全给烧干净了 混账 皇上 天哪 你们赶快去救火 这里面都是大清国几十年的账本 不行 大人 火是太大进不去 这火什么时候着起来的 已经一个多时阵了 里面有什么现在都烧没了呀 这 我天哪 我天哪 我 我怎么跟皇上交代呀 大人 这里面都是大清国几十年的账本啊 天哪 跪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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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同心协力 清查国库账目 现在国库账本一烧 让朕如何去协力天下财物 如何去面对列祖列宗儿 皇上圣明 皇上 老臣昨夜在家睡得正香 忽然听说着火了 老臣过去一看 烧的是户部的一间档案室 大清国几十年的账本都复制一句啊 这档案室一般人是进不去的 分明是有人蓄意放火 齐心可诛啊 皇上 老臣昨日在户部查账 查到深夜 实在太困就睡着了 不知怎么就着起火来了 老臣险些没有逃出来 皇上 如今账本已烧 这账怎么查 朕没问你们俩怎么查 朕问的是国库账目一烧 如何协力天下财政啊 你们两个都死到临头了 还在这儿口口声声地推卸责任 皇上 国库的账目向来是腾清辈分 如今只要请汉林院的人 把原本再腾抄一遍就可以了 胡说 这 这原本岂能示众啊 简直是胡说 皇上不肯出示原本 副本又被烧了 看来 这是天意 皇上 分明是刘统勋蓄意放火 陷害老臣 请皇上明鉴 刘统勋 只怕这把火是你放的吧 老臣不敢 老臣从小不会玩火 皇上 国家账本举足轻重 互不着火 刘统勋和贵贝勒都有罪过 此事以后慢慢再查 当务之急是找出正本腾抄副本 国家不可一日无障 皇上 老臣对您可是一片真心哪 皇上 这件事情分明是刘统勋 有意陷害老臣 他赶烧国库的账本 他死有余辜啊 皇上 您一定要调查清楚了再开库啊 好好好 开库的事情嘛 还得好好地商量商量 皇上 奴才以为烧一套账目副本是小 耽误国家是大 今日山东河南湖南湖北 都有银梁上交国库 若不记录 日后恐怕是比糊涂炸 开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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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了 你 要 你 猜 爹 你 凯 你 有 药 你 若有差错 满门抄斩 株连九族 诸位 可要小心哪 刘大人 您给我们几日腾抄的时间啊 不着急 慢慢地抄 从今天开始 持住在户部 不得回家 不得会亲友 相互不得称呼姓名 按天干地支排列 交头接耳 窃窃私语者 斩 夹带纸片 迎私舞弊者 斩 士族防卫不严 私放外人入户者 斩 刘大人 您这一说还真让我们害怕了 不就腾抄几本账目的事吗 诸位 我刘统勋在朝 若还有一件事可干 就是要把这国库账目彻底查清 诸位 可明白了 明白 您说 我这头发好看吗 小姐 你怎么了 我这头发好看吗 你告诉我 好看吗 好看 好看 真的好看 真的好看 好看呢 我给你梳一个好吗 来 我给你梳头啊 快来 小姐 你怎么了 来人 来人啊 来人啊 救命啊 小姐疯 小姐疯了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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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夫人 大人 大人 夫人出事了 死了 疯了 疯了 夫人又哭又笑 还把丫鬟一脚给踹水里了 捞上来了吗 黑灯下火的怎么捞啊 再说那湖里是活水指不定冲哪儿去了呢 那看守的家人说这夫人闹腾了半宿啊 现在呢 嗯 现在 夫人倒是闹腾累了 睡着了 只是那丫鬟 她 丫鬟 丫鬟 丫鬟有的是 你带我去看看 比赵 比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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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好 好 老爷 你怎么来了 听说你闹了半宿 你没事吧 是吗 不记得了 一开始编辫子 变得累了就睡着了 烟脆呢 他没事 你早点睡吧 明儿我请个先生来给你瞧瞧 嗯 那大人 夫人他 能睡着觉 心里就不会有鬼 你派个老妈子盯着他 有什么异常举动马上告诉我 喳 那大人 那丫鬟呢 丫鬟你去查查冲到哪儿去了 左右是个丫鬟 搅不起什么浪来 喳 明白了 老爷 小姐这回可是嫁错人了 新姑爷疯得吓人 她说 她说跟老爷您有杀父之仇 她还说什么 她说 她说要是小姐 离开胡心岛半步 她就 她就怎么样 她 她就杀了老爷您 然后再自杀 小姐害怕 所以不敢说回来的话 这个兔崽子竟敢这么欺负我的伦儿 她不得好死 老爷 我和小姐设计了遗迹 这才千辛万苦地从她府里逃出来 老爷您要想想办法 您快把小姐接回来呀 你先下去吧 老爷我自有安排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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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说了 我们自己找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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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大人带着人抢人来吧 抢人 抢什么人 抢夫人 真的 跟我去看看 岳父大人 不知岳父大人驾到未曾远迎小叙失礼了 岳父大人 你这是有何贵干呀 我实话告诉你 今天我就是来接女儿回家养病的 实际上得给我站远点 上 岳父大人 岳父大人 我与令千金夫妻情深为何要拆散呢 少废话给我滚开 岳父大人 岳父大人 夫人实在是身体虚弱 见不得风啊 如果岳父大人一定让夫人回去 待小叙明日用暖胶小心地把她送回去 您看好不好 住在这种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地方 吃点都好吗 上 站住 你想干什么 李大宝 见了福大人 你得行礼啊 是福大人啊 下官不知道福大人假到 恕罪恕罪恕罪 你们都让开 让夫人过去 夫人 您出门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希望夫人能够早日回来 李大宝 你还愣着干什么 把夫人闺房里的四季衣装 捡起件常用的袋上 刮过梨桃金银首饰 一并送过去 这啊 就不要 脏了我的门第 仑儿 走 走 岳父大人 令仙今何日回来 我好派人去接啊 没日子了 岳父大人 您还是告诉我个日子吧 以免日后尴尬 尴尬 尴尬 尴尬什么 您想啊 这是父母之命 皇上主婚 众为大臣观礼 您现在自个儿无缘无故 把女儿接回去了 这不是不给皇上 和众为大人面子吗 不如您就现在给个回话 以免日后尴尬 起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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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送岳父大人 恭送岳父大人 老爷您可回来了 众位大人都在里边等您呢 我知道了让他们稍等 是 卢尔 来卢尔 好了好了好了 卢尔 不哭了啊 不哭了不哭了 在外面受了委屈 回到家里就都好了 还站着干什么 给小姐端往神堂去 给小姐提提气 扎着精神 去呀 嗯 卢尔 跟爹说 都受什么委屈了 爹爹 您可误了女儿的终身呢 哎呀 我哪知道 他是这么混的一个球啊 要不是你写在手帕上那几个字 爹爹到现在还不知道你吃多大苦呢 好了 既然回家来了 咱们就不回去了 把那小姐给休了 啊 爹还有点事 一会再来看你 爹爹 忙去吧 哎 懂事啊 诸位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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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 正想找你们诸位商量一下 坐 啊 好 坐 坐 福大人 这皇上 这皇上为了国库可是什么都顾不上了 这真账本要是一摊开 谁身上没粘了几根鸡毛啊 这要追究起来 那些地方官还有擦油的时候 我们这些金官可是靠俸禄吃饭 真是一筹莫展了 是啊 这皇上找谁查账不好偏要找刘统勋 这什么时候收账本不好偏偏赶上查账的时候 哎呦 我说老兄啊 这你就外行了是不是 皇上为什么让刘统勋去查账啊 那是想借刘统勋之手杀死贵荣 把国库的大权独揽到自己手里来 贵荣什么人啊 啊 皇太后的亲弟弟大清国的财神爷 不像刘统勋这样的重臣能办得了他吗 是啊 贵贝勒管理国库的确有诸多失误 难辞其咎 事已至此皇太后也护不了他 这篡改国库账目的大罪是要杀头的 这旧日的账目不是已经烧掉了吗 这要是追究篡改的事也查无失据啊 哎 我说你的脑筋怎么这么不灵光啊 啊 这火肯定是有人故意点的 只烧该烧的 时机成熟 水落石出 这贵荣贵贝了 他还能活得了吗 那我得赶紧写个折子 参他一半 哎 这位大人都是清廉之士 只因账目太乱 就算是想还了国库的钱 也无法查收啊 所以诸位大人为此事忧心忡忡 只恨贵荣专权误国 这个意思我是会告诉皇上的 现在朝中新贵 是纳善这小子 出了一连串的搜主意 那都是亡国之计 大人们都给我听好了 谁要是跟他掺和在一起 那就是跟我扶某人作对 姐姐救我 你是朝廷命官 你应该知道篡改国库账本是什么罪过 如今开库一验真假 你这份罪过谁能来替你扛呢 是 姐姐 这造假的事就连皇上也有份参议 闭嘴 你还嫌死得不够快吗 您 我知道 这是皇上 想夺我掌管国家财政的大权 拿刘统兴出来借刀杀人 没想到这老东西真跟我较上劲了 事到如今 我可怎么还能救得了你 姐姐 这真的账本上 有大量的拖欠国库款项的事情 从七品官员一直到皇上 人人有份 这账目查清了 就得追缴 要是交不上 怎么跟皇上说 非得起一场轩然大波不可 到时候 皇上第一个得拿我当替罪羊来使刀 这些大臣如果愿意交还的话 这倒是件好事 皇上一高兴 也可以免了你的罪过 姐姐 您别天真了 他们现在还到处搜刮油水呢 哪有把白花花的银子上交国库的道理啊 哎呀 就连皇上啊 不是自己也把京城的店铺收了 归为己有吗 你早晚啊就坏在这嘴上 你先回去吧 待我想想办法 姐姐 事不宜迟啊 现在朝中这些大臣见了我 就跟见了鬼一样 我在他们的眼里啊 早已经是个被处死的人了 我知道了 你先回去吧 喳 起奏圣上 臣以为篡改国障 贵荣难辞其咎 臣奏请将贵荣就地正法 以示后人兵部尚书孙昊然拜上 臣王臣服起奏圣上 自古家仓国库皆为有德之人所理 尽贵荣篡改国障 实属可杀 臣奏请皇上直斩满门 布诸连九族以示开恩 做都督御使王臣服 够了 这 这个贵荣 他也太不小心了 现在弄得人人都想把这杀之而后快 行了 这球现在又踢回到朕的手上来了 皇上 户部被烧 奴才也觉得奇怪得很 早不烧晚不烧 怎么偏偏在刘大人清查国库账目的时候烧 这不是要跪贝勒的命吗 本来朕让刘统勋去清查国库 就是件欲改弥彰的事情 国库空虚 官员随便挪用国库银两 这朕都是知道的 何须他去查呀 原本那些旧账目不计就算了 现在真账本一出来 人人都怕刘统勋找自己的麻烦 还不争先恐后的要杀贵荣啊 把这些折子都弄一个副本给太后送去 这儿 老爷您坐轿 不坐 老爷您骑马 不去 不去 贵贝勒 小人等得久了 我们家主人久闻贵贝勒大名 想请您老过府饮酒一叙 你们家主人是谁啊 就是纳善纳大人 纳大人 不就是刘统勋的学生 他找我有什么事啊 我们家主人说了 跪背了 到了府上 自然就知道了 那你前头引路吧 喳 落叫 下官参见贵贝勒 贵贝勒 请 学生一向仰慕贵贝勒的没人 贵贝勒掌管国家财政几十年 劳苦功高万人惊养 你这猫头小子也想笑话我吗 贵贝勒您误会了 下官不敢 那天早晨开国库的事 你是知道的 你的恩师一门心思跟我作对 是他派你来的 贵贝勒 我恩师已经让人当枪使了 他自己都不知道 你这话什么意思 贵贝勒 您是太后的血亲啊 朝中有几个大臣能动得了您啊 可是现在开库查验 弄得大臣们是人人自危啊 所以就加倍地落井下石陷害您 这些做法都令下官所不迟 下官对太后和贵贝勒是一片忠心 因此别想出个主意 或许能帮您渡过难关 还有些什么主意可出啊 现在参悟的折得像血片一样了 你能有什么好主意啊 既然贵贝勒不相信下官的话 那下官也就无话可说了 不过贵贝勒 您现在死到临头 还不放下点架子 您不觉得可笑吗 连您也来讽刺我 告辞 好 贵贝勒 反正您现在也没什么主意可想 就是听听下官的意见 恐怕也无妨吧 只能使完 尽pand to me 可笑 快点 快点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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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魔魔蹭蹭蹭蹭蹭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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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奴才大膳叩见皇上 平身 谢皇上 赐座 多谢皇上 皇上 您这么急着召奴才来 可有什么事吗 今天的事情你已经知道了 这些都是大臣们参贵荣的折策 朕没有想到事情会闹得如此之大 当务之急 你看有什么办法吗 皇上 奴才以为解铃还需系定人 这件事恐怕还要烙在我恩师的身上 这把火烧的可真不是时候啊 皇上 这把火只把该烧的烧了 这不该烧的都留着呢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刘同心他敢如此胡闹 等事情完了之后 看朕怎么好好收拾他 皇上 这件事可完不了 现在大臣们个个忧心忡忡 害怕皇上继续追缴他们挪用国库的银两 这本真账目不出来则罢 一出来可就是我朝的一大祸事啊 那你说该怎么办 一奴才之间 当务之急 是要找一个能替皇上受过的人 这样做 既追缴了银钱充实了国库 又能赦免跪背了 不得罪皇太后 哎呀 现在要办这件事情 哪去找那么个人哪 皇上要想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下去 天下都是您的 您还怕什么呢 启禀皇上 刘统勋刘大人到 让他进来 喳 你到屏风后面去避一避 朕自由主张 喳 臣刘统勋叩见皇上 平身 谢皇上 自作 谢皇上 皇上 这是臣在国库当中查到的部分账目 尽有此事 老臣也是大吃一惊啊 原先只想到国库紧张 可没想到紧张到如此程度 大臣们拖欠国库赢了还有挪用 树荷如此巨大 这可如何是好啊 皇上 您可千万别起追角之心啊 这一追角那非乱了不可啊 以臣的意思 先查清账目 待账目查清之后再做打算 朕今天把你找来 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你说 这个账本和贵荣手上的账目 差别有多大 天差地别 这高东西 你看 这都是大臣们三拿的本 这 这该如何是好啊 臣 不敢说 有什么不敢说的 说 朕恕你无罪 皇上 国库账目到今天这个地步 也不是贵荣一人之罪 这大臣们落井下石 那是为了逃避追角 皇上真向国府民强 就得从自身做起 就要缩减用度 清查贪污 这夺民间之财 那是引阵止渴 只能适得其反 你说的大道理 朕自然都明白 只是现在 国库实在是拨不出银两 哪还能等得到明年呢 臣知道 皇上是想借老臣的手 去杀贵荣 可要怕大臣们不服 这扯太学夺店铺嘛 又不得民心 所以臣请皇上 三思而后行 千万别财迷心窍 乱了方寸 这 你这话可真不中听 什么叫做财迷心窍啊 朕这也是为了国家好啊 皇上 这打着国家的旗号夺人钱财 这是强盗行径 这不是个好兆头啊 皇上 这都是纳善除的鬼主意 这简直是人面兽心 皇上要是听了他的主意 那非要亡国不可 皇上 请三思 行了行了行了 绕来绕去 又绕回到朕的身上来了 好了好了 是朕宠幸小人 是朕财迷心窍 行了吧 都是朕不对 那扇 你出来 皇上 义父大人 义子这乡有礼了 朕今天把你们师徒俩找来 是想给你们俩说个合 那善年轻有为 日后你离开京城 朕还要倚重于他呢 皇上 老臣说了这么多 皇上 您还是执迷不悟 那老臣只有告辞了 你什么意思啊你 这还没让你走你就要走啊 你答应太大了 皇上 老臣一生当中做的最大的一件错事 就是把此人引荐给了皇上 老臣就是死了也弥补不了这个罪过 皇上如果要宠信于他 那臣只有告辞 真是太重新于你了 你以为大清国离开你就玩不转了 行行行 你爱去哪去哪 从今往后没有朕的传证 你也不要再来了 臣 谢皇上 皇上息怒 皇上是历经图治 我义父年纪大了 说话办事难免有些糊涂 皇上您千万不要怪罪于他 朕看他是装糊涂 你刚才说的追缴的事情 朕明天就让他去办 皇上圣命 昨日开库验账 账中发现各大臣拖欠 挪用国库银两甚聚 致使国库亏空 不得有误 宗爱卿 有何话说 朕决议全部追回 一个都不能少 刘爱卿 臣在 追缴一事由你全权负责 不管是哪个王公权贵 亲王备老 一律依法追回 不得有误 刘统勋 你听到没有啊 你敢不遵圣旨吗 老臣遵旨 你看你看你看 热和行工修缮 用了一千二百万两 挪用的呢 是河南山东的军费银两 这个要另加记录 那以便将来 山东河南的官员 核查起来也好有据 是 山东河南两地的军费支出 都已经另记了一本册子 嗯 还有 各省州府县 除了正常开支之外 如果挪用花费过甚的 一定要另外造册 以被皇上随时查询 你看你看 先皇智桑又挪用了五百二十万两 还有这个 山西陕西两省官员 借着进京拜祭为名 挪用军费 购置了衣物 马具 以及沿途实诉费用 这些啊 你们单独乘一个单子 盖上户部的大印 派专人送给他们 让他们按时归还 是 刘大人 现在在位的大人 能递条子追缴 可已经去世的呢 去世的吗 追击子女 刘大人 这追缴之事 恐怕难办得很啊 这条子已开 恐怕那些大臣们不乐意吧 这事你们就别管了 只管认真抄写国库账目 不得有任何错误 嗯 诸位 开国库 这是百年难遇的大事啊 嗯 算是让你们赶上了 明白吗 明白 开门开门开门 啊 公差大哥 有什么事吗 户部送来你家老爷所欠 国库银两的单子 请你转交一下 这是皇上的旨意 限期一个月还清 这棋子才可以摘掉 开门开门 啊 哎 福大人请 听听听 刘大人做事情向来是雷厉风行啊 来京城时间不长使我朝朝政为之一心 福大人怕不是专门来拍马屁的吧 哎呀 这追缴国库账目一事那是纳善倒的鬼啊 嗯 现在看这屎盆子又要扣到刘兄身上 我这个做兄弟的于心不安呢 嘿嘿 这有什么不安的呢 啊 皇上啊 把京城的店铺都收了 撤销了太学也没什么不安的 咱们就乐得 装看不见吧 我正是为了此事而来 咱们两个就不必客套了 我现在跟纳善那小子是势不了力 他对刘兄也没安好心 刘兄对此事要是再不管不问 他一旦做大 你我就没有生还的余地了 这事千头万绪 一时还真说不清啊 桂荣呢 左右为难 福大人您呢 隔岸观火 我呢是上下不得 朝中大臣是城门失火 殃及池鱼 这其实越下越有意思了 咱们俩是把这条毒蛇给误活了 只怕日后要遭殃啊 刘兄 兄弟我以前的错 你千万别放在心上 当务之急 是咱俩联起手来 共进共退 先把这小子灭了再说 好 让您二位久等啊 我说 你们家老爷干嘛去了 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你瞧瞧这二福子公公在这等这么久 我们家老爷散步去了 二位大人再多等一会儿 你赶紧通知你们家小姐 抓紧时间梳妆打扮 一会儿好跟我走 小姐啊 听说要接她回去 正哭天喊地的寻短剑呢 这些女人哪 可真是麻烦 你让人快把她看住了 她要是真许了短剑呢 这罪名恐怕落在你们家老爷身上了就 喳 老爷啊您可回来了 二福子公公和那大人在厅里等了好久了 小兔崽子 他来干什么 这什么东西 这是奉皇上旨意 追缴大臣们脱欠国库银两的标志 陷器一个月还清 把她给我摘了 挂在门口多丢人哪 老爷摘不得呀 这可是圣旨啊 你要是摘了那可就是抗旨不尊哪 岳父大人 二福子公公 福康听旨 福康接旨 传皇上口谕 福康与纳善结亲一事 乃朕主婚 百官官礼 如何能说不干就不干 不光抢走女儿 还殴打朝廷大臣 耳眼中还有没有王法 奴才知罪 金拙二福子为朕之耳目 监督你把女儿送回去 若再有误定成不饶 奴才遵旨 是 福大人 赶快办吧 别让下边人为难 是 是 岳父大人 我们和夫人先回去呢 夫人 福大人 我这可就回宫交差了 二夫子公公 你留步 我还有话跟你说呢 哟 皇上这回可真不高兴了 我可没话跟您说了 二夫子 我可真不高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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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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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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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